環境及生態局就是想將現在這個威治野生動物 這一方面的條例,就是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第170章 裡面所說的禁止威治任何野生動物的地方 覆蓋到全香港,以及提高非法威治的罰款 也是引入定額罰款,我是支持的 但是正如剛才有幾位同事都指出 究竟哪些是入於野生動物 你真是在建議條例裡面說得清清楚楚 不是引起市民的誤會,甚至沒有引起恐慌 威治流浪媽狗的可能都怕了 所以這方面要清晰的 而實際上,看回文件上提供的數字 都真是令人擔心的 因為你勞列的在附件一的表義 過往十年的野豬傷人的個案數目 以往有時一年都沒有發生的個案 有都是單位數字 但是突然間去到2021年 個案就突然去到20宗 而受傷人數是22宗 而今年去到5月幾個月時間 已經是19宗和25個人受傷了 而這個數字所反映的時段 其實也正正開始了野豬捕捉行動 因為你們這個行動是由2021年11月到今年一直在做 做了50多次的行動 所以你們這個行動的成效 是不是都可以簡單些說一說 從數字看其實是增加了的 但當然你可以說你不做行動 這個情況會更惡化 但是這個行動 你目前看這幾個月的效果是怎樣呢 你是不是可以用具體的角度呢 向我們解釋一下 那麼 我亦都真是呼籲 市民千萬不要餵自野生動物 因為否則你愛牠變成害牠 也都引起市民的威脅 所以這個是絕對不可以做的 另外就是你們那個時間 即是你們現在有這樣的建議 那麼你們那個立法或者這個修訂的時間表 是想什麼時候做呢 關於我們的成效那裡 其實如果我們看回那些野豬出沒 或者是滋擾的報告的數目 那裡是有明顯的下降的 我亦都在我的朋友裡面聽到 他們看到野豬的情況的確是少了的 所以我想野豬出沒那裡 因為我們的行動是減少了 但商人那裡我們看到的話 其實在這裡的話 個案起碼並沒有明顯解釋 不但沒有明顯 似乎又多了一點 原因呢 當然可能會跟個別野豬的性情有關係 因為我們看到這裡 有16宗其實都是集中在一個地方的 所以 搖滾處特別在東區那裡 在那裡特別加重的行動 所以之後到現在那裡 再沒有野豬出沒了 那麼個別野豬的性情有問題 也都可能跟現在真的少了人說 剛才也有議員提出 就是會不會野豬 現在又出來找不到東西吃 誰會搶東西吃 那些情況都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在移除野豬那方面的行動 是需要加大力度的 在這方面 時間 剛才我問了時間 怎樣 我們現在是第一 擴大禁衛區 我們可能不需要修訂那個主體法例 所以那個應該在今年內 都有機會可以去修改 透過修改一個附屬法例去做 而這個增壓罰則 和引入一個定額罰款 和我們要研究這個八甲 是否包入這個條例 這個是牽涉到主體法例的 這個我們希望在明年內 就可以進行和完成 不過主席 我都希望那個時間壓縮 快點 如果大家覺得應該要做的 就盡早 因為這個問題 否則越搞越嚴重 對於市民都會產生威脅 會不會啊